一席黑色短裙春妆 刚和金钟影后 插身而过的艺人杨景华 俏丽亮相 只是天气正转凉 又别其他艺人穿着 杨景华偏偏就是不一样 原来有含义的 今天的打扮是我 之前以往没有尝试过的 今天就是改变一些 平常大家看到我的路 走一个新气象的感觉 很失落 然后到慢慢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好事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好事 因为其实反而会 有更多的力量 然后住在自己的心里面 然后其实我觉得 人就是要往前走 说不失落 骗人的 毕竟这回问鼎金钟作品 杨景华戏内师娘角色 演得淋漓尽致 备受评审肯定 一度还为了该把女主角奖 要给杨景华 还是另一位竞争对手起争执 无奈最后结果揭晓 杨景华还是和影后无缘 还传出因此失望 网路po文 讨厌珍珠项链纹 抒发心情 我开玩笑的啦 对啊 就是一种 很吵自己 就是幽默感啦 对 然后 其实在写这个话的时候 同时也是在鼓励我自己 四度敲金钟街无缘 金钟讲后首度现身 杨景华开诚不公 说心情 乐得轻松 也盼调整心情再出发 大家继续问鼎下届影后 记得台北生活报道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